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在这里呢,希望提供给你一些生活小建议 你可以参考,可以预防,也可以比试 希望你从中呢,获得一些思考的新方向 今天要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成熟大人才能懂最长远的生存快乐呢 其实是内心拥有瓶颈 大家可能曾经会误以为说 我要很多钱,我要拥有很多的财富 或者是要挣得一个什么头衔啊 或是拥有权势啊 让更多人喜欢自己 这样子才能够拥有快乐 但是这些东西都是你年轻的时候 可能会这样的认为 但随着你年龄渐层 你可能工作几年 谈过几场恋爱 有些生活的历练之后 即便你就是经济独立 工作稳定 连感情都有一个对象有着落了 但有时候你就是依旧感受不到踏实的快乐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你就觉得说 怎么跟别人比较 就是比上永远不足 觉得自己就是 很像永远都少别人一截这样 这是这个不安情绪作祟 今天就要聊聊关于说 真正的快乐就是平静这件事 但是在实际的进入主题之前呢 要来分享一间算是我最近发现的日式面包店 它的名字叫做波罗面包 波罗胖 应该是就是日文中间那个 我不确定要怎么念 本来就是中文的字是写波罗面包 然后它的招牌是红底白字 就是很醒目的一间店 你经过你就会觉得说 它的风格就非常的日味 那因为它就是所谓的外带店 整个店家就很简单 就是只有一个外带区 然后桌面上就是展示了各种 它们的日式甜点面包 就是波罗面包 冰火波罗油 然后海盐奶油卷 它这个奶油卷其实有不同口味 有什么大蒜啊 或是起司 那还有最主打的也是蛋挞 因为现在很多店 就是不像我记得 知道这件事情的妹比 就已经三十几岁了吧 你知道现在书上会有一个 叫做蛋挞效应 这是当年真的是发生在生活中的事情 因为那几年就是蛋挞 很流行不是蛋挞 就一窝蜂大家就抢劲 一条件里面可能就会开个三四间店 但是刚开始开几间店的时候 大家就是狂买要大排队 然后大家也很爱吃 但说实在蛋挞这件事情 不是个刚需 它不是一个你每周都会想吃的东西 你可能就是最近可能很夯 很像肉鬼捲 你很夯大家想吃 但是它如果是专卖店的形式 加上就是大家都投入这个市场 你可能觉得说这个有利可图 然后大家就一窝蜂像那家娃娃机一样 一条街大家就猛开 想说反正想哄 我就开着一定赚钱 但你开了之后 就是大家会瓜分掉生意 然后加上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乐度 当这个乐度过就没人要吃 但是你单一平向的状况之下 就很容易最后就会赔得人到一裤子 所以后来蛋挞店就变得极少 后来只有一间很有名的店 把它承接下来这个市场 就是肯德基 肯德基很聪明 就是把这个蛋挞市场 就是等于放到他们这个素食店里面去 我不知道其他国家有没有蛋挞 但是真的是台湾 你想到你说我想吃蛋挞 你脑中可能就是白准千贵 说我要去哪边买蛋挞 你第一时间就会跳出 对肯德基有蛋挞 所以我觉得他们行销做蛮好的 好啦那讲回来 今天介绍这些波罗面包 它就是有蛋挞 那时候我就抱持心态 我说我好久没有就是吃到蛋挞 那我想来试试看 然后再多点一个他们的起司奶油卷 因为当天我就是不太想吃那个冰火菠萝包 就个人的脑心态 跟他讲有必要吗 反正重点就是我吃的奶油卷跟蛋挞 我个人觉得 它的面包的那个用料是很实在的 你吃得到那个面包香 那蛋挞和那个皮 那个挞是很多层次的 你咬下去之后 你可以一层一层一层的在你口中 你可以吃到那个layer 那因为我买 跟我实际吃隔了蛮长一段时间 它其实已经冷掉 没有温度了 因为你现买的话 它其实是现场会烘焙 所以就是你看到它的烤箱 就在正后方 所以都是热腾腾 刚出炉的 如果你现买现吃 它其实应该supposed是热的 但因为我也没有加热 我就直接吃 我本来也预想说 那种冷掉的应该也不会多好吃 但一吃 你还是吃得到它那个新鲜度 那个蛋还是很香 味道还是很浓郁 那完全没有因为它冷掉变难吃 那那个奶油绝音也是 没有因为它放在那个纸袋里面一阵子 然后冷掉 就变成干扁 或什么之类 它还是有水分 所以我觉得它的面包处理的蛮好 有可能是因为它就是当天现做啦 加上它价格真的蛮便宜的 就四五十块 同板价 那如果你买多一个 它可能有时候还会有些促销优惠 就是十分的亲民划算 那它现在在北台湾有蛮多分店的 应该在什么东区啊 然后北车 我今天介绍是在北车的门市 所以就如果有经过 好不妨可以去吃吃看 这件叫做波罗面包 波罗胖 那这件相关的资讯呢 我放到IG 其实你应该有拍影片 大家可以去按赞追踪起来 好了 回到今天的主题 成熟大人才能懂吗 最深远深层的快乐 就是拥有瓶颈 第一点就是呢 真正的快乐 是来自于内心的瓶颈 这一点呢 我自己觉得真的是 你要有一些生活的历练 工作个几年 或是在关系里面 人际关系 感情关系上面 有一些受挫之后 你才能够意会得了 你要靠别人的快乐 那终究是短暂 而不一定的 你知道就是未知的 永远在等别人 就是给予跟施舍 你也如果永远都在期待 别人来拉你一把 工作上面来帮助你啊 在感情里面 人家多付出一点啊 人际互动里面 人家多来关心你啊 多来就是照顾你啊 这样就是所谓的快乐呢 它就是被动的 而且你是不安的 因为你等于是要 等待别人的施舍 等待别人的给予 但刚讲的 发自内心 长久的快乐呢 它其实是 从你自己内心出发的 它得靠你自己去 先自我认识 你要去从内心去 克服一些忧虑啊 恐惧啊 从这个认识 自己的过程之中呢 你就会找到 那个平静感 而这一份平静呢 它就会带来快乐 因为它的快乐 是来自于 你对生活的 看透跟淡然 因为我刚刚说的 当你有些社会经验 或是生活的历练 感情上面的挫折 你就会发现说 哦 这些过程 它就是会让你意识到说 其实那些大风大浪 有一天就是会过去 你遇到线下的一些困难 如果你就是 成立在那个负面的情绪里面呢 它其实就是 无助于事 当你选择面对它之后 你就会发现说 哎 其实也没有你想象这么困难 但重点来了 你就是会看淡很多的事情 然后对于 你遇到的挫折也好 难关也好 你就是比较能够 心平气和去 面对你人生的各种 突发意外跟变化 就是你呢 这是我刚刚说的 为什么成熟大人 才能够意识得到 你可能小时候 你只是跌倒 受个伤 你就觉得说 那我要死掉了 我的腿要断了 但当你有一些社会历练之后 你就觉得说 其实这 有一天这个伤疤是会好的 那现在这个痛呢 其实只是忍耐一下 它就是会过去了 你就比较能够 游刃有余的 去应对生活中的困境跟难关 但你有这个坚强的心 就是来自于 你内心的这个瓶颈 你是不是看待事物 你可以用一个比较 相对瓶颈的态度 去应对它 那你就比较容易获得快乐 不然你就是永远都在焦虑 或者是永远在等别人来讨好你 来对你好 其实那个快乐 你是可以从自己内心去挖掘到的 这就是第一点 接下来第二点关于说 成熟大人才能懂 最深层的快乐呢 其实是拥有平静的心 就是 唯有平静呢 才能长期的拥有快乐 像那种外在刺激的快乐 像中乐透啊 中发票啊 或是你们工作中的家薪啊 升职啊 或是感情里面 你可能最近脱颅啦 结婚啦 生子啦 成为大家眼中的 所谓的人生顺利组 就是什么 屋子登科之类的 但这些外在的名利 成就啊 赞赏也好 它都是很短暂的快乐 因为就是你知道 大家在那个短时间之内 就是刚刚说的那种乐透 你可能自己的研究报道就指出 你哪怕赚了再多钱 它那个快乐的维持程度 maybe就是几个月 你最终它就是那个感受 就会慢慢消散到一般的状况之下 所以即便你再有钱 或是你最近升职啊 被promote啊 或是你最近什么大的一个世间 让你就是脱颅了 结婚生子 或是刚刚说的五子登科 你有各种的名利的获得 得奖也好啊 工作上的一个巨大的成就 都是短暂的快乐 只要时间一长 它就是会逐渐的消散 你得再去追逐更远大的目标 你这样才能够再获得同样的快乐 但是那个难度会越来越高 挑战也会越来越高 所以你想拥有一个 很长久稳定的快乐呢 其实跟外人的眼光 他们怎么评断你这个人 或者是这个社会怎么看待你 可能就用到什么头衔啊 诠释啊 或是我刚刚讲的 你是不是五子登科啊 来评判你是不是个成功的人士 或是人生顺利组 这些东西 如果你可以看淡这一切的功成名就啊 或是名利啊 它就是个浮云你知道的 你当下获得当然很开心 没错 但真的在意的事情跟人 不一定是这些东西 你内心有种喜欢的 比较你的兴趣 你的梦想 或是你真的在意的另一半 或是你看中的朋友 这东西是否是安好的 你期待的梦想啊 或是你想做的事情 是否照你的意思去走 刚刚前面上述的这些什么名利啊 或是什么巨大的成功 它就是很短暂 但是如果你内心 真的向往的梦想实现了 或是你真的在意的人 他们都 就是你的家人 你的爱人 都很在你身边 然后一切都 过得很开心 其实 这就足够了 而这个的快乐呢 反而是更长远的快乐 因为这种平淡的日子 它才是真的过生活 刚刚讲的那种 追逐巨大的成功 或是所谓的 加薪升等啊 红利什么这些的 它都是短暂的 你如果有这个体悟 你就能够拥有 长远的快乐 所以你能够拥有 平静的心 去应对人世间的各种变化 然后或是 这些什么大起大落 你就是反而 非常地拥有一个 你知道 长文的快乐感受 而就是第二点 接下来第三点 关于说 成熟大人才能懂 最长远 深层的快乐呢 即是拥有内心的平静 就是三 生活若能平静 即是最大的幸福 我相信你 只要有些工作经验 或社会理念 你就会发现说 你知道有时候 你就遇到困境 能跟内心颇淘胸油 或是遇到个难关 你觉得说 天哪我怎么会这么衰 或是天哪我怎么会 遇到这么好的事情 也是哦 你就会觉得 那个起伏太大 但有时候 你就在那个起伏 巨变的时候 你就会突然 怀念起说 哎呀 你看我前几个礼拜 还在过着 我的那个无聊 然后很平淡的小日子 你就会很 怀念那个平淡 或怀念那个安稳 当你在社会工作多年 或是 谈过几段关系 或是你遭遇过 生命中的一些 作者 生理死别啊 或是无常 最终 你就会逐渐地了解 无论在感情 生活 或工作上 或是人际关系里面 最大的幸福 跟快乐呢 就是能够平平淡淡地 过好你的小日子 你就会突然觉得说 哎 那其实 以往你看似觉得说 啊 很像没有巨大的成功 或是巨大的失败 但中间的那个 无聊的片刻 就是你每天在 规律地循环 但你在做你 但前提是 你在做你喜欢的工作 你在爱着你喜欢的人 你在跟你爱的朋友互动 这个过程 其实就是一种 上天的祝福 而这种平淡 这种平静 反而是这种 很微小的幸福 它才能够很长远地 存在你的心中 那这个就是 幸福就是一种 快乐的象征 生活中真的没有 那么多所谓的 一定要 然后巨大的成就 大钱 然后 惊涛骇浪的挑战 或是意外 也不可能就是 永远都是什么 疫苗天堂 疫苗地狱的 吉喜吉悲 但就是 你就是保有 那个平静的心 你就比较不会 受到外界的 那个情绪的影响 就今天 你知道 获得很大的钱 或是投资私利 你就是 比较能够淡然地 去面对这一切 但你有拥有 这个能力 去看淡这一切 或是拥有 这个平静的心 你就可以获得 相对等的快乐 跟幸福 而这才是 最踏实 最长远的快乐 好啦 那这就是 今天的第三点 生活若能平静 即是最大的幸福 好啦 今天就以简单的 三点来聊聊 关于说 成熟大人才能懂的 最长远 深层的快乐 其实是拥有 内心的瓶颈 不知道你是否认同呢 那关于今天这一集 如果觉得 还蛮有道理的 不妨推荐给你身边 那个有需要的朋友 听起来 那如果是厂商的话呢 在咨询栏会有信箱 你可以叫我IG 其实你应该 咨询跟我联系 最后关于说 如果从Spotfly 或从Apple Podcast 收听的朋友呢 快去按下 五星的评价 写下你的意见 你的看法 你的疑难查证 我都去看哦 好啦 就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 下次见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